华联市代表们轮番提出了质询建言 而最难去的复理乡多位代表 只是针对了今年水稻病害 仍有部分农民并未获得现今救助的问题 强烈提出质询并且要求乡公所 要向乡亲农民说明 全国最大米仓就在华东地区 尤其复理地区有机稻米更是民众所案 从第一期到第二期的稻作 传出稻米发生稻热病空包弹的问题 目前受损面积已经高达500多公顷 受灾农民向公所求救 希望能够获得在海补助 代表杜基摩詹金布就在定期大会上提出了质疑 另外徐秀之则是针对公所补助款已经下来了 为什么向公所还没有合发 提出了疑问 另外主席张军布说 虽然是由县政府来核定受灾面积 但是还是认为公所速度动作太慢了 认为应该要去做调整 我们要检讨说我们以后要怎样办理 要比别的乡镇更快速 希望向公所可以改进缺点或是要加强的地方 而公所回应 补助款确定还没有合拨下来 另外承报的受损面积的部分当初是以500到600公顷承报给县政府 但是中央决定是150公顷 主席曾是统一结论说现在倒热病 空爆弹也都已经发生了 希望向公所代表更应该共同讨论如何让农民在海上海到最低 记者高雄雄不理想采访报道